主打租金便宜 设宅是不少民众租屋的首选 不过位在台中北屯区东光好市设宅 一楼空间被规划成身心障碍社区市照顾服务 引发了议员质疑 设计不符合当地的一个需求 那么另外富康八市民众取消数是节节攀升 明代也质疑使用的成效 未观吸引的社会住宅 是不少民众期待入住的新选择 不过位于北屯区的东光好市设宅兴建工程 一楼的空间规划被规划成身心障碍社区市照顾服务 市议员曾朝荣就质疑不符合地方的期待 当初所提的所建议的都希望能够有 亲子设施有比较更符合当地年轻人他们的需求 又拖英育英的设施 当初这样变讲是讲这样 但是询问台中市政府之后 那一场会议我们办的一个光天会办完之后 住宅局询问台中市政府 你们所回答的是台中市只需要身心障碍设施 你知道吗 你这个回吻当然内政部他们是依照台中市政府的回吻 来做设计来做评估 但是目前周遭所有的住户就是会堂的愤怒 我们中央的说明会事实上是在111年的10月4号就已经办过跟地方的说明会 所以我们提的需求是在这个之前 在去年之前我们就提供需求了 那当时的需求就是身心障碍的社区照顾据点 社会局强调 现前已有召开公厅会 针对地方的需求进行规划 另外同样也是身障者相关的议题 一辆又一辆的富康巴士 是不少长者和身障者出门必备的工具 不过议员何文海就在议事堂上提出质疑民众预约的取消件数 从110年的11315件到了112年的1066件 更有4000多人为顺利登记到富康巴士 质疑规划的路线以及使用的成效 未能排上的出事那么多 你解释一下 是 跟议员报告 今年可能因为疫情解封的因素 所以忽然之间我们也感受到 去年就解封了 对 但是去年还看不太出来这个数字 真正没有排上车的人数也很少 所以今年执行的状况的确是像您所提示的 真的有一点初步我们意料之外 不过我们会来调整 台东市目前有276辆的富康巴士 提供身障者的服务 无论是照顾服务还是交通需求都刻不容缓 要将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守护弱势的权益 最后期升到今年 所以仍式俗 popular 但是也是支持 看不得更多 最不代表现价物的资源 冬心的食材 billion 现在 这里 我觉得